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美国未来六年计划在印太地区 要投入274亿的美元建构军事设施 其中还包括台湾在内的第一岛链 过去一年解放军多次在黄海、渤海、东海和南海 举行一连串的军演 不仅冲击台海情势 更让美军惊觉在印太区域的军事平衡势力 更加往大陆倾斜 应对大陆解放军的威胁 美军印太司令部提出了太平洋贺阻倡议 其中核心内容就是规划区域防御 让美军战略与解放军维持竞争优势 美军计划在包含冲绳 台湾与菲律宾组成的第一岛链上 部署精准打击飞弹网 而从日本、关岛、印尼连城的第二岛链 则是整合空中飞弹的防御布阵 必要时能支应长时间作战 为了加强战力部署 美军印太司令部向国会提出的预算 从2021年的22亿美元 保增到2022年的47亿美元 估计未来6年总计投入274亿美元 大增36% 显见美国对于大陆在台湾、东海及南海的活动更为戒慎 而美的台海情势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更呼吁拜登政府 应该要大力向台湾出售武器 来抵律来自大陆的军事威胁 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迪 也将在3月14号到18号 出访亚洲主要盟国、日本与南韩 外界解读这反应上任不到两个月的拜登政府 对大陆崛起于北韩核武代忧加剧 所做出的应对行为 记者组合报道